咱们呢在刚刚写的这个程序里边啊 两个县城 一个县城加一百万次 两个县城里面讲最后的结果 是不是应该两百万 但是不是 这就凸显出来了 多县城任务开发里边有个问题 资源竞争的问题 听懂了吧 多县城里边百分之百有这个问题 不管是C C++ Java都有这个问题 这就是操作系统本来它带的这么一个特点 那么 既然有了这个问题 那咱肯定是不能回避 应该是找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呢 你们俩之所以出问题的核心点就在于 你们俩没有做完 你们俩就切换了角色 你说是个道理吧 我媳妇说 老公你闪开我要看电影 我说你醒醒 你等我总保存了 保存一些结果 你再看行不行 他不行你会闪开 你看 请问我那个数据是不是就乱了 这百分之百的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让这个县城去记 下滑线number加一的时候 你让它做完 要么不做 要么让它做完 你让它做的时候 要么做完 要么不做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就避免了 有些是个道理吧 那关键点是这样的方式 称之为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样的方式呢 就称之为原子性 所谓的原子呢 就是咱们在后面回答介绍 就是原子操作呢 就是指什么呢 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你听到了吧 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这就是原子性 很多地方都会用的 银行里边的转账 从我的账户 你跟我借钱 借十万块钱 从我的账户里扣了十万 接下来银行里边是为了给你加十万了 就是加上一个一后面 有五个零不就完了吗 加十万 但是由于网络的问题 他把我的减了 没加 请问那十万块钱 你说是我 我打给你的十万呢 还是说 你就是不想给我那十万块钱 不想还了呢 请问是不是出现了问题了吗 像银行里边 这种问题是杜绝的 百分之百不能出现 出现就完了 那世界不就乱了吗 我说我借给你的一千万 快还 是一些系统的问题 导致了我打给你的 但是你没收到 快还 是吧 你千万一千万 这怎么可能出现的 所以说 原子 是指的哪一个呢 就是这个 就是原子弹的原子 就是原子 就是原子性 相当于什么呢 你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你听懂了吧 言外之意就是 你不是说这句话 拆成三句话的时候 才导致这个问题吗 何新年怎么解决呢 你要么把这句话做完 你再切换 你要么别做 听懂了吧 不就避免了吗 想要避免这个事情 即你应该来 有一些思路来去做 我先做 还是你先做 这个不关心 但是关键一点 流程是 咱们俩配合的做 我做的时候你不做 你做的时候我不做 是不是这就是一个配合呀 那就是一个概念 我给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这个概念简单了解一下 因为咱们在后面的时候 都要做 下面的时候呢 就会说到同步 也会说到异步 那所谓的同步呢 它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协调 协调 咱们俩一起走 就个例子 你走路 左脚和右脚配合走 你至于是先卖左脚 还是先卖右脚 你爱卖哪个卖哪个 但是最终 我卖了左脚卖右脚 卖了右脚卖左脚 没错吧 没有人卖两次左脚 也没有人卖两次右脚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注意 同步 就是协同一起去做思想 听懂了吧 这就是同步的概念 有步骤 或者说有一个 你们约定好的一个过程 那这就叫做同步 那么怎么去实现 我刚刚所说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用接下来要讲解的一个东西 叫做护斥锁 首先说一个东西叫做锁 锁的概念应该大家都知道 举个例子吧 就咱们以咱们在层里面的卫生间为例 你想要去这个方便一下的 举个例子 请问你是不是进去之后 说要把门关上 那个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锁 为什么要关锁 为什么要上锁 大家这还是根本就不认为 是吧 谁在方便的时候 谁不上门呢 肯定是关锁的 上锁的 那么也就是说 为了保证一个人在去做的时候 其他人进不去 我进去方便的时候 我就把门关上 谁要是在下方方面 在那边不等了 你再进去的那边不等了 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个场景 在那个公园里边 公园不太明显 在那个景点里边 在景点里边 那个女生的那个卫生间 还老长了 然后男的都没人是吧 对中的结论是什么呢 女生实在受不了了 怎么的呢 先等等 这个女的 啪进去 十个二十个了 出来的时候 你们再进吧 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最后呢 两个卫生间男女都成了男 都成了女的 可能出现 可能出现 它有一点 大家有可能没经历过 就是很多年之前 就是没有咱们今天的高铁的时候呢 从北京回老家 回我山东 或者说从上海回山东 那么一定是每年过年的时候 有买票吧 买票的时候就是相当紧张 买票紧张 你排好几天了 对游客买不上 你拿着个马杂 坐在那个地方 等着窗户买票 我去排 比方说 我白天 我是坐在那排了一天了 晚上我媳妇来替我班 我媳妇排上半夜 我媳妇走了之后呢 我再拿着个马杂 我坐在那排下半夜 你懂我干啥了吗 排队 否则买不上了 就这么道理 那你不能 七个自行车回家吗 可以啊 六百公里 你骑回去吧 是吧 所以现在就做什么呢 火车 现在咱们大家坐的这个火车呢 都很高端了 是吧 高铁啊 动车啊 动车现在越来越来越多 都变成高铁了 那么里边也有卫生间 没错吧 卫生间就是保证了 一个人在里边方便的时候 其他人不宜进 请问 是不是很符合 我刚所说的需求 一个人在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他人不允许再做这个事情 请问是不是就保证了吗 我要是一拍坐的 你就不能这样的 是吧 你要是一拍坐的 我也不能这样的 那这就是一个规律 一个约定 护赤索是一种特殊的东西 它能够保证 你上锁的时候 别人上不了 你用完了 你把锁解开 别人才能用 通过这么个东西 保证了 将来咱们补充一点 想要去解决 咱们刚所说的 全局变的共享的问题 咱们就需要接下来 通过护赤索来解决 那么护赤索怎么创建呢 很简单 Threading worker里边有个lock 创建护赤索 就创建了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默认是没有上锁的状态 具体的 我买了一把锁 这个锁默认是没有卡撑的 就是没有上锁的 通过acquire 上锁 通过release 解锁 特点 同一把锁 只能上一次 谁先上了 谁用 谁后上了 在那等着 举个例子 咱俩 老王 去操锁吧 你也去 我也去 行 咱俩一起去 来看谁先上哪个操锁 来跑 不管谁先跑前面 一定是有一个人 是不是先进去 接下来把门是不是关上了吧 那哥们一定是等的 等到什么时候为止 等他出来 他的经验 没错吧 好了 同一个护赤索 咱们这个锁 咱们这个锁 就是护赤索 你不排赤吗 护赤索 你要是先上了 别人再上就卡 就堵塞 因为这就是卡在那 你什么时候解了 别人才可以去上锁 那么说理解了吧 就保证了这个数据呢 只能有一个人再去加一 就可以了 那么想要怎么做 同学 很简单 看这护赤索 是相当简单的 你把这个过程理解行了 Copy 09 10 使用护赤索 解决 资源 竞争 的问题 YM要流 打开 怎么做呢 创建护赤索 好了吗 我如果是创在外边的话 是不是就是全局变量了吗 咱们先放在全局变量里边 咱们试试 讲也管它 你先创个索再说嘛 来 那么 Mutex 这个变量没有叫什么 无所谓 听懂了吧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 但是呢 这个Mutex呢 一般就表示锁利子 怎么用呢 Threading模块里边的点 lock 是不是创建了个锁呀 写了个说明 创 创建 创建一个护赤索 默认是没有上所的 好了 创建完了之后干什么呢 同学们 看了我这 我创建完了之后 那会咱们说过了 全局变量 之间是不是共产 这个现成之间 是不是共产 全局变量 请问这个哥们 是不是全局变量 是吧 是没问题 你怎么办呢 你不是说了 你要么做这个的时候 他不做 要么他先做这个的时候 是不是他不做呀 那么干脆 一不做 二不修 加起来吧 怎么做呢 Mutex 你是全局变量 不用加global 因为你不修改 你直接用 点 acquire 这意味啥呢 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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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之前没有上 没有被上锁 那 那么此时 上锁成功 如果 如果上锁 之前 已经被上锁了 那么此时 会堵塞在这里 直到 这个锁 被 解 解开 为止 那你又不想说什么的吧 好了 我写上这个东西 我接下来在最后的时候 我没有text del release a rc 解锁 好了 这个是解锁啊 解锁 好了 怎么做的呢 y 大v y 复制 p 粘贴 然后 大v y 大v y 复制 然后 我现在做了件什么事 创建了一个 接下来这个县城和这个县城不是在去都在执行吗 是吧 好了 注意看啊 对于核心的效果就是 他 和他 他们两个是不是都抢先执行这个东西 不管谁先抢的 反正只有一个人先抢的 举个例子 他先抢了 他先抢了之后会导致这个地方卡在这 你听懂我意思吗 卡在这 卡在什么时候位置 我问问你 卡在什么时候位置 他解了位置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相当于加了个屏蔽罩 加了个防护罩吧 我接下来 等等等等 做完 请问我做完之后 我这句话意味啥 我一解锁 请问你这个哥们 是不是咱们刚刚这个地方说过了 只要一解锁 这个哥们是不是立马又伤了手吧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把这个事情做到了吧 好了 这是他这个情况 那通吧 还是这句话 咱们再来一遍 假如说下边这个县强盗了 谁会堵上 上面那个 会堵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我接下来把在一百万次做完之后 我一掉release 是不是你就接堵上了吧 因此 有可能你先执行 也有可能你先执行 所以说 在你们接下来 可能会出源资源竞争的地方 我全给你们套起来 你没发现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保证了同一时刻 只有一个县城在做 不就解决了吗 执行完 五秒钟时间真的是太长了 你们发现 没问题吧 好了 vm我把这个五秒钟 我给他解一下 回车 这个五秒太长了 大家给他改成两秒就可以 两秒都有点长 一秒都行 走 一 二 走 一 二 差不多了 没有问题吧 我运行好多次了 都没问题 你把它改成一千万 一点都没有 好了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刚刚做的这个功能 通过护资所是怎么保证这个数据没有资源竞争的那个问题的 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 我要问你了 你会怎么 你会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怎么做的 咱俩都上卫生间 约定 谁要是先进去了 咱第一步都先上锁 行吧 看啊 你也在抢 我也在抢 就看谁先跑过去 他先跑过去 他咔嚓把锁上了 我本来是想上锁 但是我进都进不去 我怎么上了 我在这等了吧 等什么都为止了 他把这个锁一解 我接下来 我是不是就进去 进去把锁上上了吧 请问是个道理吧 最终通过护资所 解了这个问题 避免了资源竞争 好 那么这是一种解决方案 我给大家说第二种 Copy 10 11 还是给它改成10 只是把前面的名字改成11 YM11 我接下来干净什么事情呢 请问同盘 我刚刚上锁 是上了哪一些代码 是带有锁的功能 是不是这个负务循环的过程 这个负务循环 如果要是执行100秒 是否意味着 这个哥们会在这卡100秒 没错吧 那么如果你这么做 就有点狠了呀 你做完 这我再做 那能不能再把代码 上锁的代码 再缩小一部分呢 也就是说同盘 上锁呀 有一个原则 上的代码越少越好 你听到我想说什么吗 上的越少越好 那么也就是说 我把这句话 第三料放到这里边去 这意味着什么呢 知道吗 这意味着什么 我把这个上锁的过程 放到了这个的外边 就前边和后边放上了 看清楚了吧 那么这意味着啥呢 删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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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这意味着什么 来我打个比方 他在抢 他在抢 来你抢这个 我也抢 不好意思啊 我就这么说啊 下面这个蓝颜色的呢 没有抢过红的 红的先上了 加一 请问他在加一的时候 你不是刚刚所说了 加一的过程 是不是害成很多 不 是不是这个过程出了问题吧 我把他掏起来 请问是不是 他得不到执行啊 我加完一 真正的把这个一加完了 我说我把锁解了 我接下来 是不是再回了这局了吧 当我回了这局的时候 这个和这个会怎么着 他俩在抢 如果操作系统 是做得很好的话呢 接下来会让这个 这次抢到 接下来让他加一 他加完一之后 是不是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俩又抢了吧 那你没发现一个特点 降了死时的结果 会是什么样子呢 想想 两个问题 第一个 会不会保证 最终的结果是200万 第二个 那么如果是保证了 最终的结果是200万 那么他和之前的方式 到底有什么区别 看一下运行结果就知道 我再来一遍 我再来一遍 为什么是这个 即放到负里边 是这个答案 放到负外边 反正是那个是100万 那个是200万 没错吧 为什么呢 来再看一下第四个 第四个这个成绩 咱们刚刚说的这个 放到外边这个 是不是这坨代码被上了 要么是不是这坨代码被上了 也就是说 不管你先做 还是你先做 你把这100万加了 是这里吧 不允许加一半就出来了 你必须把那100万加来 如果这个先做完了 接下来这个再做的时候 已经是100万了 接下来再加100万 请问这个哥们是不是就变成了200万 这是放到负外边 即你要么加100万 要么别加 不允许猜 那么VRM11这个 咱们是怎么多呢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 那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他接下来加了一个所 就只加了真正出问题的那句话呀 是否也就是说 导致个问题 你加一次 你加一次 你加两次 他加三次 你加一次 他加两次 或者说他加几次 他加几次 是不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这100万次加完的时候 请问 我确实实是加了100万次 但是我加一次 你不是说他加一次 我加两次 他加一次 我加三次 他加一次 请问我100万次执行完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 是不是100万加上 他刚刚只加的那个值 没错吧 是不是也就是说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 你执行一次 他执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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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规律的 没规律就是 你执行20次 他执行30次 你执行几次次 他执行几次 是不是也可能出现吧 对中结果不一样 但是为什么 最后的结论还不一样 不管是你先把这个 零变成100万 我再把100万变成200万 还是说你加一个一 我加一个一 你加两个 我加一个 对中的结果 你加了100万 是不是我加了100万 所以说对后的结果 是不变的 对中结果是不变的 好了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三分钟 同众之间讨论一下 为什么这个 哥们放在4 和外面放在里边 它结果是不一样的 你自己要解释清楚 开始